兄弟打印机7380显示内部卡纸 大家好,我是修打印机的红马甲 今天维修一台兄弟7380 有两个故障 第一个是频繁卡纸 卡在机器的后边,一般就是卡两张纸 第二个故障就是打印的时候有深有浅 粉盒里边的碳粉还有一半 但是有一部分自己是出不来的 先解决第一个故障 打印机内部卡纸 对机器进行测试 看一下机器是如何卡纸的 客户反映说不是每张都卡 偶尔会卡一张 并且越来越频繁 刚开始测试,确实没有发现卡纸 咱们继续测试 嗯,没有问题 第三次进行测试的时候 打印机终于卡纸了 显示屏上显示内部卡纸,取出吸骨单元 取出卡纸 打开机器后盖 纸张就卡在机器的后部 这种卡纸也算是兄弟打印机 7380这一代机器的通病 包括联想7605 联想7256 10勒的228 10勒的268 等等机型 都是兄弟打印机公司代工的 他们属于同一代机型 出现的故障都是类似的 出支口卡纸 今天我解决这个故障没有更换任何配件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这个机器会卡纸的秘密 说是秘密就暂时不公开了 有知道这个故障解决方案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或者是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由于最近的视频播放量特别的低 我已经开始动摇了 是不是继续把视频做下去 一个视频的好坏需要关注几个点 第一就是视频的完播率 第二就是视频的转发和收藏量 第三就是视频的评论量 归根结底 视频做的不够好 所以导致视频的质量越来越下降 对此我也是比较苦闹 希望从这个视频开始 视频的质量有所提升 视频的转发量 点赞量和播放量 都有所提升吧 经过我的维修测试 连续复印了一百多页纸 能有发现卡纸的情况 说明维修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说一下打印机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打印的时候 纸张上的字迹会有深有浅 纵向的 这个有深有浅的情况 出现在兄弟打印机的任何机型上 都有这种情况 这个可以说是兄弟打印机 包括兄弟代工的其他品牌打印机的通病 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是 兄弟打印机厂家故意设置的 如果这个粉盒用完粉以后 采取了加墨加粉的操作 就特别容易出现有深有浅的情况 现在我手里边拿的这个就是 在灯光的照射下很明显能看到粉盒的右侧 颜色比较亮 墨粉比较少 这个原因就是金属刮刀 上面有积碳 把这个积碳清理干净 也是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更换一个金属刮刀 更换完以后 效果立竿见影 整个瓷锅上 碳粉都是非常的均匀 作为打印机维修人员 特别是上门维修的 可以在工具包里边放几个这种金属的刮刀 不仅能够帮助客户解决粉盒的问题 还能够提高自己的收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从这个视频开始 对我的视频多给一些点赞转发和评论 谢谢大家